澎湖海巡队巡防艇执行海域巡逻时 遇上了敏年渔运大陆籍渔船进入沃国限制水域 多次鸣敌广播令其停车受检 指示该船仍具不停船逃逸 经颈椎以及长号登检之后 将陆船连同船员四人 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压返马公港流至调查 彭湖海巡队指出 巡防艇在花宇西北十六海里处 发现了敏年渔运进入我限制海域 经过一番追逐之后顺利登检 并现场查获渔获50公斤 以全部海拋 4点40分于花宇西北十六里处 发现敏年渔运大陆运捕船进入我国限制水域 海巡人员立即民敌广播贺令停船 该陆船能持续逃逸拒检 巡防艇虽采取颈椎及强靠登检 查获船上既有四名船员 渔获50公斤以全树海拋 未发现牛猪肉制品 海巡署也表示 陆船上有四名船员 初步量测体温均正常 无发烧或者是疑似感冒症状 也未发现牛猪制品 后续将送往金马盆分属 第七岸巡队留置事隔离调查 记者陈荣誉报导